好 各位小朋友好 好久不見 不想你們沒有想過 那今天我真的很高興 好 其實看到各位同學真的都有進步 而且 黃鑫老師真的很認真 把這個比賽設定在這個時候 那麼大家在期末考之後有一段時間 先剛好來做你的樂器的經濟 那麼我想呢 有幾個建議就是說 小朋友你上台的時候啊 要注意你的颱風 不管你表現得怎麼樣 都要很充容的上台 很充容的下台 那然後呢 有一個提醒就是說 萬一你有吹錯音的話 沒有關係就繼續往前走 不要再重複你吹錯那一句 因為音樂是時間的藝術 所以這個要小心 另外 我覺得很多同學 報名是非常非常好的現象 那請記得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你早一點準備 我剛才聽說有的同學 你的可能你拿到的譜太難了 然後你沒有機會跟鋼琴一起 來做演出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惜的 所以以後的小朋友 如果你有不管是參加任何的比賽 除非你選的是無伴奏的音樂 不然的話 盡量的想辦法跟老師溝通 找這些曲子能夠跟鋼琴一起 有完整的表現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那所以你對音樂上的整個表達也會更好 那麼剛才很多老師都有提醒到 很多同學都需要有更好的呼吸的加強 那這樣子的聲音才會更好聽 那麼最後還是恭喜大家很勇敢的上台接受這個挑戰 不管你得到是什麼名字 而且輸的經驗可能比贏的經驗還重要 那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是第一名 可是終於有一次他可能沒有拿到第一名 他就跨了 這不是什麼現象 好 那非常恭喜大家 也鼓勵大家盡量的參加這樣的比賽 今天看到非常好的成果 恭喜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 那我們先請黃老師跟班周老師 還有三位比登老師先合照留念一下 好 這真的有很差 謝謝